自动升级,美对中共第二轮关税战来袭中共试探川普底线,日媒7日消息,美国计划8月启动剩余的160亿关税,但也可能提前至7月此前美国启动第一轮对340亿美元。 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事评论员文昭表示,中美贸易战战自身赞美光案,是中共试探川普政府时事评论员恒和表示,除了知识产权之外,中共是从政治、捐济、文化等一系列领域,向民主国家发起攻击。 日媒共同社7月7日发自华盛顿的消息称,有关旨在惩罚中共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关税惩罚措施。 在6日启动第一轮关税的同时,川普政府就已对你在8月启动的第二轮关税方案展开讨论,第二轮关税措施将针对284种,总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7月。 6日美国已对340亿美元的818种中国商品,启动了加征25%关税的措施,中方也推出了对等报复关税,并表示,若美国发动第二轮措施,将予以报复美中关税站的连锁反应,或将进一步加剧报导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DR将于7月24日,就第二轮关税清单召开听证会。 听取产业界的意见计划31日受理听证会中的反对意见并力图在8月启动措施,此前川普总统7月5日曾对媒体表示,第二轮将在两周以后启动。 对此USDR解释,称总统提前发动措施并非不可能彭博社,援引财经分析师布格斯·Matthew Burgess称。 若从股市的角度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已经赢了,中国基准股指今年下跌约17%。 7月5日创下2016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文昭中美冒战战自身战,美光暗示中共试探川普政府时事评论员文昭。 在7月6日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川普说如果中共报复,他还要对5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关税你报复,我报复你的报复这种量的放大,是一种战次生战,知识产权争端,有的自我升级的逻辑。 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是解脱不出来的。 文昭举了美国芯片公司美光的案例,7月3日,福州市中级法院,派美国芯片企业美光的部分闪存和内存,暂时禁止在大陆销售。 两年前中国的一家芯片厂商福建计划,请台湾的公司联华电子,帮他开发技术。 联电以自己作为一家台湾企业的便利,从台湾美光高薪挖走技术人员,再由这些工程师把美光的技术资料带到台湾联电,最终再转移到中国大陆芯片厂商那里。 三年前清华紫光曾经想斥巨资230亿美元收购美光公司,但被美光拒绝了美光。 2017年9月份和12月,分别在台湾和美国加州控告台湾联电,福建计划窃取技术资料的个人,而福建计划和台湾联电又在中国大陆反。 素美光亲了他们的知识产权文昭指出,福州法院判美国美光公司败诉,部分产品暂时停止,在大陆销售窃取别人的技术,抢先在中国注册,然后再反过来控告技术的正跟所有者是亲权,把原本开发出技术的企业撵出中国市场。 文昭表示美光公司在中国败诉,是之前中共政府所说的用质量和数量结合的招数报复美国的实践之一,就是打击美国企业,也是在试探川普政府。 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芯片大跃进的目标刺激下,国内的半导体厂商们都有短期内拿出产品的冲动,彼此间也有为得到政府的订单和政府补贴的竞争。 于是就没有人有耐心从事周期长,又枯燥,又费力不讨好的自主研发工作商业泄密,就成了中南捷径,第一步是想收购外国半导体企业来取得技术,但这一步目前在美欧实现都有困难。 在西方国家加强投资审查的情况下,这些中国企业会更加依赖于切密手段,除非中共政府明显放慢,2025计划执行进度,把它变成2035计划的,否则关于切密的指控以后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这是中美贸战战自身战,在知识产权领域,自我升级的一个方向。 除了上述知识产权之外,中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领域,向民主国家发起攻击。 恒和中共全面向民主国家发动攻击时事评论员恒表示,在经济上中共主要是破坏以自由贸易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政治上主要是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极权镇压,在牺牲人权和资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来维护它的统治。 但这个经济发展的好处人民,却得不到另外就是对信息进行严厉的封锁。 中兴违规向伊朗和朝鲜出口禁运的美国芯片,就是指美国芯片制造的产品,实际就是防火墙的系统。 中国人开玩笑说,他输出的,就是强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